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財經摘要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喬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四下午 大約1點半 見到股市輕微反彈 見到升了二十多點 上星期已經連跌七天 雖然輕微反彈 但升市並不穩定 天上升了二十多點 加上今日 已連跌八天 大家要小心 現在五十天移動平均線 大約25286點左右 如果長期在這個數字下 預計港股恆生指數會繼續下滑 回到24800點才有支持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如果在這個五十天移動平均線下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最終要減股和止捷的行為 見到今日很多個股都有大跌的情況 例如一些內房股 其實都不太好 負力地產 街兆業 這些股票仍然有大跌 全民街兆業在債務上亦有出現問題 至今年亦出現問題 導致他們的過股都跌了十幾個百分比 不建議大家現在暫時遠離一些內房股 遠離一些豐厚位 因為暫時都不要入住這些股票 因為在市況未穩的情況之下 內房股仍然是跌線的緣空 大家都要走一走 避一避 有甚麼過股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很多股票今天都是一般 但見到一些汽車股仍然做 例如比亞迪 比亞迪見到10月復的消數數非常英俊 升了兩倍多 見到今天大升了6%左右 去到310多元 不建議大家追入一些高追新能源汽車股 大家要找一些安全的位置才能進入 因為下跌的空間仍然是有的 所以一些新能源汽車股 我建議大家暫時不要入住 見到今天有些過股特別醒神 我昨天也介紹過淡仔米 大家吃就吃得多了 不知道有沒有曾經對這個股票了解一下 其實較早前這隻在大概10月7日上市 見到他們中籤率不是高7%左右 見到以下限價來定價 以3.3.3元來定價 見到他們的招股範圍是3.3元1至4.1元7元 雜資額不多 但大約10億左右 見到他們上市後 表現就很一般 由3.3元多 滾到最低2.4元9元左右 但很快就止跌回升 見到雜資額又不是高 也是10億多 7成是國際配售 3成只是街貨 3億街貨很快就收了 見到最近的過股也有一個大升的情況 很明顯就是收購的貨就炒了上去 在這麼靜的環境之下 市況這麼靜 這些過股就特別受到一些散戶追捧 因為這些過股的波幅性比較大 很多時候都會受到一些散戶追捧 現在的造價大概是3.6元左右 其實昨天我也建議大家去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東周那邊的一個訪問 看到我都說這隻其實還未升完 有機會再炒上了 但也說過這隻股票的波幅性也比較大 如果今天仍然維持在3.6元以上的收市 我建議大家都可以持有這隻股票 其實這隻上網可能去到3.8元至3.9元都不出奇 因為最近的市況比較靜 這些股票都會被別人熱捧 上到這些位其實都不出奇 現在都叫做無債蟹貨了 所以這隻股票有機會再度炒上 但大家都要小心回調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都要定一個5-8%的止蝕的定限給自己 因為始終一跌下去 這些高追股都未必走得及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Chill Me的Channel 之後我會更多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各位 拜拜